我不喜歡處女座 這很急 這很高X 這很討人厭 處女的不會去接觸 那你喜歡一個人的暗示 星座滑梯 然後我們還有動作 告訴我哪個星座該這麼搞定 告訴我哪個星座該什麼 嗨!歡迎收看 波波接地區 哈!真有趣 我是Giselle 我是Ray 大家知道我們唱這個主題曲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來講星座相關的 我本人是巨蟹座 你呢? 處女座 對所以今天要來 處女男的戀愛大圈 不是批鬥處女座 你有跟處女男在一起過嗎? 喔有啊 蠻久了 覺得處女座男怎麼樣? 有時候我會覺得 他們的想法蠻 特別的 他們有時候會貼心過頭 嗯 對有一種勒死人的感覺 我不喜歡處女座 這很急 就很高X 這很討人厭 今天很嗆是吧 有曖昧過 然後差點在一起 後面是我拒絕 想拍了 因為那時候我跟愛妹的時候 是我原本都已經要在一起了 對 可是後面 她又說不要了 然後結果隔兩天她又說 我們在一起好不好 想說到底是要還不要 我是備胎的感覺 蛤? 我媽媽是處女座 我媽媽是處女座 處女座就是戒備心很強啊 又很強勢啊 我最好的朋友其實也是處女座 他渣嗎? 他不渣 那你覺得處女座專情嗎? 不太專情 專情哪又不渣 那請問他是? 長得不好看 睡不渣 長相讓他渣不起來 對 確實 喔 確實 所以他真的長相扎得起來嗎? 扎得起來 扎不起來 對 扎不起來 處女的 我不會去接觸 喔 我其實不覺得龜毛 我只是覺得就是 不太相符 那個個性跟 知想上面 還有一些可能 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細節 我覺得處女座跟雙子座 本身是很不合的星座 超級不合 我姐就雙子座 真的喔 你跟你姐不合 感情沒有好 真的 他很在意小細節 可是雙子座就是 大類類之類的 在哪一方面的細節? 各方面的 我就是各方面 我現在的朋友啦 我覺得他的男朋友缺點很多 就我朋友是處女座 他就是會覺得說 這些都是他愛他的方式 愛他的everything 對對對 你是什麼星座啊? 處女座 喔 你覺得你自己龜毛嗎? 一點點 我覺得都沒有很嚴重 你跟什麼星座合? 可以講跟什麼星座不合 好來 自主座之類的 耳朵瘋狗 愛乾淨吧 很缺點 你是ABC嗎? 不是 所以我講話是這樣子的 有一種 有一點 Raper的感覺 就是苗栗的 厚龍特家人 你有跟處女女曖昧過嗎? 女生好像沒有 我好像處女座的朋友都男 那你有跟處女座的男生曖昧過嗎? 你講會這個 處女座 蠻活在自己世界裡的 他說你 那我先這樣 你會想要跟處女座在一起看看嗎? 都不想 喜歡他們的人會很喜歡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可是就是那一套方式 不存在他世界裡的那群人 可能就有點 不太能理解 我哥是處女座 這我覺得是 很必要的小細節 有一個印象蠻深刻的 就之前我們 好像是翻電腦螢幕還是主機 忘記了 反正上面有那個 插那個電線 然後我覺得一個人就可以翻完 他就叫我拿那個線 他比較習慕吧 就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這件事 不需要在一個人旁邊拿線 大家心裡不覺得毛毛的嗎? 那你喜歡一個人的愛你是什麼? 就是會理他 所以其他人都不講話是不是? 因為態度會轉變 可能團變得溫柔 比較體貼或是在乎很多事情 約你吧 就是想盡辦法見到你 會主動跟你分享很多事情 就是耶 在曖昧的時候 你就是會拍照給他說 喔我在這 那這樣子是喜歡還是愛? 有可能會群發吧 也不是啦 鳥魚 鳥魚 鳥到什麼… 鳥魚座喜歡一個人跟愛一個人的差別 他們就最愛自己了 愛會包容啊 什麼經典名譽嗎? 就是喜歡的話可能就是 缺點還是沒辦法太人受 可是愛的話就會包容比較多 自己其實看不爽的事情 在一起之後就會想說 那就試試看 試試看他會不會改變這些 我不喜歡的地方 但後來發現 等到我愛他的時候 就不需要他去改變這些事情 唉唷 唉唷 不錯喔 應該唷 這裡到那裡一個毛 摩角 為什麼要改? 你們不知道 從這邊到這邊 一共五步 一二三四五 那你那個朋友處女座的男生 你覺得他最在乎女生什麼 長相吧 我覺得他喜歡的女生長得都蠻醜的 不在我的審美點上 舉例一個你覺得長得好看你 李玉芬吧 你就躺一下吧 應該是整潔度吧 或是說身上的味道之類的 欸你太像變態了吧 因為處女座喜歡他 然後我想說我聞一下那個味道 那你覺得怎麼追到處女男 因為他年紀大我九歲 喜歡那種比較溫柔比較可愛的 他喜歡會撒嬌的 那你可以示範一下怎麼撒嬌法嗎 欸你可以下班的時候載我嗎 那很急 那很高 沒辦法追欸 就是線到面的剛開始就可以差不多知道了 是恬娜達也沒什麼用 處女座有適合跟什麼樣的星座在一起嗎 沒有 孤獨中老 應該配合度高一點的星座吧 我覺得雙魚吧 雙魚配合度包容度 算蠻高的 摩羯吧 摩羯 因為兩個都 龜毛龜毛啦 我蠻適合巨蟹座的 欸 巨蟹座其實也是算蠻愛家的嘛 因為巨蟹可以把它 籠統得很好 你覺得跟處女座在一起 辛苦之處是什麼 比較容易鑽牛角尖 我覺得處女座應該不是龜毛 但是一定會矛盾 他說你矛盾啊 他說你矛盾啊 注重他的情緒 你覺得處女愛一個人的樣子是什麼 我覺得會唷叨欸 剛認識 然後跟在一起會很反差很反差 很可能對別人比較冷淡 然後對愛的人就是真的會很可愛很可愛 會撒嬌啊什麼的 我今天已經聽了100個缺點了 巨女座優點 細心吧 我遇到的人蠻細心的 出門幫你帶一個想個東西 一個麻 或是要出國 這個帶著之類的 像我可能要出國或去露營出去玩 我都會在祭司 先列出來所有東西 一個一個打勾這樣 你哥對嗎 對啊 好又是跟電腦有關的事情 又是電腦 你們家是有80台電腦 那我電腦螢幕壞掉 換了一個螢幕之後 我就沒有喇叭 我就不能聽音樂 然後我哥就買音響送我 好 今天街坊就到這邊 你自己覺得 大家對於處女座的想法是正確的嗎 對 都太多刻板印象 這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多人都會說 龜毛 機車 大家可能每一個人事實上 都有對於某種東西 是有點潔癖或有點龜毛 對 想要追求那種被寵愛 嘟嘟寵愛的感覺 感覺可以跟處女座在一起 有時候會過了頭 讓大家覺得壓力比較大 情緒勒索 今天也蠻常聽到情緒勒索 四個字 我反省 好啦 如果你喜歡 或者是你想要更了解其他星座 或是你對於處女座有任何的觀點 幫我在底下留言 還有如果你想要聽我們去街坊 什麼樣的星座 也是底下留言 謝謝你 如果你喜歡的話也感謝瑞姐 掰掰 那你有follow他的OOTD 有追蹤 有追蹤 沒有欸 沒有追蹤欸 你看應該你根本就沒追蹤 我之前有追蹤 你看根本就沒追蹤